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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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 七七 你干嘛去了 林雨都已经进去了 可臣 你这么多年 一直就没有变过 你说什么呢 快点吧 我都急死了 我跟你说了 老大脸色有点臭 面试的请来这边 老大 怎么了 说 我和您都等江七七多久了 也不知道她大小姐 到底是贵人是盲 还是根本没把您说过的话 放在心上 七七 来 就等你了 快坐 好 好了 现在人齐了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年底公司将会有一项 关于我的人事调动 我将会出任集团总经理 恭喜老大生人总经理 言之上早 还不一定呢 一定会的 这样 我要是出任了总经理 这个位置 就要从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你们各自努力 不要让我失望啊 老大放心 老大放心 好 散会 你说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啊 在学校就是竞争对手 现在又是竞争对手 于是升职罢了 没什么可竞争的 江七七 你的意思是 我连做你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吗 你这么说 倒是显得我狭隘了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你不想要总经的位置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想要什么你抢什么 怎么 今天又演的哪一出啊 你不累啊 是挺累的 不过我是替你累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抢你的东西 走了 你 看来跟以前的工作内容都一样 姐姐 咱们组好像又来新人了 听说还是通过李总 直接招进来的 好像有点来到 不管什么来临 只要有工作能力 一切都不是问题 可 我现在理解了很多事 也比以前宽容了很多 这倒也是 我怎么感觉我突然不认识你了 这才过几天 想法变得这么快 这还是我们家机器嘛 行了 新人呢 叫进来吧 过来吧 认识一下我们的组长 好 星辰 这就是我们的组长江七七 七七 我知道 这就是顾星辰 七七组长 你好 我叫顾星辰 上边 好 你始组开门 走 就处理 七七 这都是你的工位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 你再来找我 你好啊 大家好 我是顾京晨 方董愿意把儿子 放到我们公司 但是这是我的信任 公司有我 你就放心了 老大 我有事找您 走吧 你没看见我正在送方董吗 什么事啊 这么激动 对不起 老大 我只是想问问 为什么您不经过我 又直接给我们组差 进了一个新人 这事啊 怪我啊 确实没跟你说 但这回不一样 顾星辰是个好苗子 以后你就知道了 老大 您是知道的 我不接受 没能力的废物 在我的手底下混日子 我容不下这种人 如果您坚持要留下他 那干脆我辞职就好了 江七七 怎么动不动脚辞职 这么没大没小的 我跟你说 人家顾星辰 可是国外顶级院校 设计专业毕业的 我看他以后不会比你差 再说了 人家顾星辰可是方董 介绍来公司的 别说你了 就连我 都不能轻易把他开除 可是老大我 别说了 干活去 明明我们已经没有交集了 你慢点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不用你放开 我说了不用你服 你能不能清理 我是伤员 大姐 你这么矫情一定没男人 你还好意思说呢 如果不是你 我能成现在这副德行吗 我 干吗不接啊 怕女朋友误会 我妈 喂 妈 我没去 我没去 只要出了点状况 错过面试时间了 他有什么资格说爱我 妈 你别跟我提他 他的公司我不会再去了 你该不会是因为送我来医院 才没去面试的吧 想什么呢 那家公司本来也没看上 我根本就没想去 跟你没关系 真的假的 大姐 你能安静会儿吗 我是不想亏欠别人 要是不想亏欠我的话 我不介意等你伤好了之后 请我吃饭 我再不要请吃饭 手机 你这个 teor行还会儿 难道一切都是天意吗 组长 不行 顾行辰 我绝不能再跟你有任何交集 绝不能 奇怪 我又哪里做错了 来 怎么还是二零一六年 星辰 组长 你这个方案是不是没有考虑 客户的市场状况和产品状况啊 这不是你们国外顶级院校的水平啊 组长 我的设计是希望 可以打破传统思维 不用解释 从抽 我知道你融入新环境需要时间 你把这个项目的设计需求都好好看看 三天内给我五个不同的策划方案 四二三天 组长 正常一个项目策划需要两天的时间 三天五个方案有点紧张吧 我只是要一个初稿而已 这不难完成吧 我们组每个组员都能做到 怎么到你这儿就完成不了了 组没什么做到吧 就是 琪琪 你想竞选总监助理 也用不着这么压加下属吧 星辰还是新人 多给他点时间嘛 组长不是我想反驳你 我的每一个设计稿都需要时间 去酝酿灵感 如果我这么去做的话 很容易会做成流水线的产品 我不需要你在这里 教我该怎么去做工作 我们组讲究的是效率 干不了就自己辞职走人 好 三天就三天